冯宝宝 在生死最后关头重生,让他更珍惜生命。或许是经历过生死关头,冯宝宝在事业上也表现得十分积极。调养好身体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反攻,参加工作。同兴出身的冯宝宝,感情经历很是曲折,他一共结过两次婚,但都失败收场。 他嫁给第二任老公翁兆全的时候,随夫移居马来西亚。应该是习惯了不想改变,与翁兆全离婚后,他仍继续留在当地独自生活。 为了让自己晚年生活过得舒适一点,他还买了一套面积达到550平方米的别墅。房子不仅面积宽敞,装修也很豪华,很适合养老。 或许有人会问,冯宝宝的子女呢?他其实跟第一任老公育有两个儿子,两个儿子没有跟随他生活,而是常年在内地工作和居住,无法陪伴在他身边,只能靠视频联系。 此次难得回港,冯宝宝没有接受采访,也没有公开行程安排,全程表现低调。 不过,上个月他两位在港生活的亲人相继去世了,他应该是回来拜祭对方的。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,曾扮演江子牙的实力派演员余子明,是冯宝宝姐姐的丈夫。 年岁渐长后,他身体每况愈下,年初还中风了。 后来他终究不敌病魔去世,享年78岁,冯宝宝早年曾任电影《红星》林黛当干妈。 林黛的儿子冯宝宝也就成了冯宝宝的干弟弟。 干妈去世多年后,冯宝宝与冯宝仍保持往来,私下感情非常好。 遗憾的是,紧接着冯宝突然离世,年仅59岁。 一个月痛失两位亲人,相信冯宝宝心里非常难过。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,很少人知道冯宝宝,或许是他的影视作品在内地的播放率不高。 冯宝宝,1953年出生,他的身世比较复杂。 父亲冯宝是乐剧小生,冯母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, 两人随系搬到马来西亚跑江湖时结识,相恋,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以及冯宝宝。 好景不长,在冯宝宝三个月大的时候,父母就签字离婚。 之后,父亲抱着两个孩子回到香港,和第二任妻子重修就好,又生下了一堆娃。 而众多的孩子中,由于冯宝宝长得最粉嫩可爱,最受父亲的宠爱, 即便在家庭为温饱发愁时,还是拿出钱给他买洋娃娃。 因此,冯宝宝在成名前,还是过得很快乐的。 只可惜,这快乐太过短暂。 因为家庭的关系,冯宝宝两岁半已开始客串电影。 1958年,电影《独丈夫开机》需要一名小演员来出演孟玲玲这一戏份很重的配角。 原本导演想让自己的女儿出演,奈何孩子在片场不听话。 于是,只能找到还不满五岁的冯宝宝,前来就场。 万万没想到,该电影上映后火了。 冯宝宝也跟着张光,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童星。 之后,她的片约不断,更是凭借一部雨夜惊魂,使其赢得了天才童星之名。 据统计,冯宝宝仅在六岁那一年就拍了38部戏, 11岁时片酬猛增至港币数十万。 至15岁前已经累积出演200部电影, 继而成为全球拍摄最多电影的儿童演员。 人送美誉,亚洲电影有史以来唯一可以挂头排卖座的童星。 她的名气也随之越来越大。 冯宝宝虽然红了,但与名气一起来的还有困扰。 首先,是被父亲冯锋当成赚钱机器,不仅让她小小年纪就周折于片场之间, 还把她所赚来的钱都拿去挥霍。 其次是,丢下她的生母,也掩馋这棵乖巧的摇钱树。 于是在冯宝宝六岁那一年,回来向前夫冯锋提出诉讼, 抢夺曾主动放弃的抚养权。 两人为争夺抚养权,甚至不惜颜念,把家丑外扬。 在一场发布会上,双方更是恶语相向, 看到这么不堪的一幕,冯宝宝都忍不住哭了出来。 虽然最后是父亲胜诉, 但冯宝宝从那时起便体会到了当明星的代价。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冯宝宝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, 想要体验未尝试过的校园生活。 可冯锋却觉得知识根本不重要, 或者说不想耽误赚钱, 不管冯宝宝怎么要求,都连红带片的敷衍过去。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, 令冯宝宝越发叛逆, 对父亲的爱也渐渐被反感取代。 最终于16岁那年, 在妹妹与干妈的帮助下, 她远走英国读书, 离开了父亲的家庭和香港的一切。 当时, 沉溺在孤独与无助情绪中的冯宝宝, 急需有一个人来安慰。 她想起了在英国读书时, 所结识的一个具有好感的哥哥, 赵在墙, 于是便打电话给她。 两人相谈甚欢, 一见如故。 双方通了八个月的信后, 冯宝宝不仅精神逐渐好转起来, 还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。 不过, 这个赵在墙比较花心, 回到香港就另结新欢。 有人告知冯宝宝后, 爱情大过天的她, 便匆匆结束了学业, 接受亚氏的邀请, 付出拍剧, 以便叮牢情郎。 1976年, 年仅22岁的冯宝宝回港, 当年便嫁给了赵在墙。 可见, 幼年的经历让她对家庭有多渴望。 又或者说, 从小就想过普通人生活的冯宝宝, 终于能为自己的人生大事做主了。 但理想太丰满, 现实太骨感。 婚后, 想做个普通平凡的太太的冯宝宝, 不再把演戏当成生活重心, 导致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, 都不能和童兴时期相提并论。 不过, 那时的她并不在乎。 1981年及1983年, 她相继为赵家生下两个儿子, 加上丈夫也算是一位金融才俊, 在外界看来, 冯宝宝也算幸福。 可事实呢? 这个丈夫一点都不靠谱。 婚前, 赵在墙曾以冯宝宝的名义, 向她干爹借了数百万。 以至于, 新婚的第一天, 冯宝宝的干爹便登门要债。 而这样的尴尬和不安, 在两人之后数年的婚姻生活中, 成为家常便饭。 后来离婚之时, 不禁让人唏嘘, 怎么说彼此都曾相爱一场, 想必也不是用伤心一词能够形容的。 冯宝宝在这段诗意的日子, 却创作出了经典四美, 武则天、 杨贵妃、 孟江女和西施。 尤其是拍摄武则天的时候, 他已经决定要分居独养二子, 但为生活费发愁。 因此, 接到剧本时, 他接受采访说, 我觉得我与武则天有共鸣, 我想把握自己的命运, 我想背水一战。 只可惜, 最后在离婚官司里, 他还是失去两个孩子的抚养权。 这对于冯宝宝来讲, 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, 他不放心, 儿子也追了过去, 哪怕只能远远地看着也好。 但毕竟人生地不熟, 他独自生活很困难, 而且上一段婚姻, 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财产。 加上离开香港这个市场, 之后的几年, 冯宝宝的片约寥寥, 每年仅参与一两部的电影, 几乎无法为生。 若干年后, 冯宝宝回忆整个八十年代, 他如此说, 八十年代是我走得最吃力的人生阶段, 生子、离婚, 与两个儿子分离, 自力更生, 往台湾发展, 入医院面对手术, 我一一独自面对, 没有亲人依靠与支持。 幸运的是, 冯宝宝虽然一生都没有在有血缘的亲人身上, 获得足够的幸福。 但每逢遇到困难, 都有干爹、干妈与影妮等人帮忙。 第二段婚姻, 也是如此来的。 1999年, 在单身了13年后, 冯宝宝重新走进了婚姻, 与建筑师翁赵泉成为半路夫妻。 那一年, 她已经45岁了, 两人都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 而南方的一对儿女是冯宝宝的粉丝。 女儿在认识冯宝宝后, 就给两人牵线搭桥, 令偶像变成了后母。 婚后, 冯宝宝再度退出娱乐圈, 正当外界以为她找到真爱, 跟丈夫过着幸福生活时, 冯宝宝却在2012年, 与第二任丈夫翁赵泉离婚。 2015年, 一直处于退休状态的冯宝宝, 被儿子劝说再度出山, 在电影《妈咪侠》中担任女主角, 并凭借该片, 获得美国加州独立电影节 2015节出女主角奖。 也就是在这一年, 她才到出第二段婚姻离婚的原因。 原来是前夫招在墙, 将儿子带到马来西亚生活, 她又不愿离两个孩子太远, 便跟着跑到马来西亚。 但由于当时, 该国还不接受投资移民, 未能长久居住当地, 冯宝宝才答应 和认识不久的翁赵泉结婚。 虽然她的两段婚姻都不太如意, 但时过境迁, 如今的冯宝宝已经接近古西之年, 希望她现在过得安好。 请按赞 认识